欢迎来到创意学院的创意启航直播间 我叫沈成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职业生涯和我的留学经验 希望能够对大家以后的职业发展和职业选择 能够有帮助 我主要是做祖母绿的 所以我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进行这个行业 我的背景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祖母绿的交易 怎么挑选祖母绿 我先做下我自我介绍 我叫沈成 我出生在上海 然后我这个八二年代末去了美国 我在美国跟上海呢 都创立过几家珠宝公司 然后呢 我上也上过第一柴金的解码财商节目 去讲一些关于祖母绿的知识 我现在呢 另外是国际彩色宝石协会的董事 代表着这个大中华区 我是叫大中华区的主席 另外呢 我们这个国际彩色宝石协会呢 还出版一本杂志叫InColor 所以我是这个杂志的英文版编辑 同时也是这个中文版的这个创刊人跟编辑吧 所以InColor呢 我们也有个中文版 同时呢 我还是上海美国商会的会员 我另外一些这个商业的这个经验呢 我以前还是美国祖华大使馆 前一带一路小组的这个成员 所以我的背景呢 更多的是商业 而不是珠宝 说我呢 很年轻的时候呢 我们全家呢 就去了美国 以前呢 家里呢 是苏州的 家里出过这个祖孙状元 也出过这个一个汉人的 在清朝是汉人的首席军机大使 这些呢 就是我们这个 让我们这个 在改革开放之后呢 我们就因为家里亲戚的关系呢 我们就有机会去移民去美国嘛 所以我们很早就家里呢 就去了美国 然后因为这个家里的原因吧 就比较小呢 我对珠宝呢 就有一定的了解 虽然不是关于祖母绿 但是呢 就是从家里面 就有一个概念 什么是好的东西 什么是差东西 虽然家里已经 没有这些东西了 但是这个长辈经常讲啊 我们有一个翡翠的如意啊 是什么什么样子的 有个什么东西啊 所以从小呢 就有这种概念 珠宝是个什么回事 但是呢 年轻的时候呢 对这个东西是不太感兴趣的 即使在美国 我们有亲戚 比如说做珠宝 我也去那里打过工 但是在年轻的时候 对珠宝兴趣是不大 特别是这个 等到我学校毕业啊 更多的是想进高科技的行业 所以对珠宝的兴趣 那个时候是不大的 然后我在学校里学的是电脑 这个所以说一开始呢 我学校没毕业的时候呢 就就已经去开始实习工作了 一开始进医院实习过 那时候想学校毕业之后 能够可以去做医生 但是在医院这个实习了三个月之后呢 觉得医生不太喜欢 而且还要继续读个七八年书 才能挣钱 时间太久了 所以我就去了 沙特阿拉伯国立传运公司 他们在美国的总部 在这儿呢 我有机会呢 就是认识了一些中东的这个人吧 这个呢 对我以后做珠宝呢 确实有点帮助 我在沙特传运公司工作两年之后呢 就去参加了一个石油公司 一个法国的石油公司 我在这个公司呢 工作了15年 这个公司呢 给了我很多机会 到世界各地去 我在法国巴黎啊 这个也工作了一段时间 就给我很多机会 能够在欧洲花了很多时间 因为是出差嘛 公司付钱 所以我有大量的时间 去各种博物馆啊 看珠宝啊 这些时间 后来呢 我在美国工作呢 也大部分是负责的 整个美洲的 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呢 去出差 因为我整个负责一个项目 是整个美洲 从加拿大一直到巴西阿根廷 我的工作呢 也不在办公室里 就是在世界各地出差 这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时间 我呢 那时候呢 也经常去哥伦比亚 在哥伦比亚呢 有很多朋友 也是很偶然机会 突然有一天去这个国务馆 就是看祖母绿吧 突然就对他这个 特别特别感兴趣 因为那时候 我经常去哥伦比亚 然后就通过朋友呢 就买了一些祖母绿 然后呢 就是卖给了我 以前的这个中东的朋友吧 这个 当然我那时候 还在石油公司工作 然后就挣了点钱 觉得这个挺好的 然后呢 等到了一定时间呢 我在这公司工作十几年之后呢 我的职业上呢 达到了一个交叉路口吧 我是继续在这个公司工作呢 做到退休呢 这是个非常好的公司 教了我很多东西 还是去自己做一些事儿 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到了去做租宝生理 就突然觉得 那时候呢 因为工作十几年 手里也有点钱了 可以这个有点资本 可以去创业 然后呢 我自己喜欢旅游 又喜欢比较这个自由的工作环境 那个时候想创业呢 也想过很多不同的行业 后来觉得还是 租宝这个行业最好 为什么呢 这个租宝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我是没有库存的 我之前买了这些东西呢 即使放在家里 他也是在不断争执 我从来不用担心库存 不像你如果进一个 做一个机器啊 或者做一个服装行业 你这个衣服一个季度卖不掉 这个就可能是下个季度就变成破烂了 没人要了 租宝没有这个限制 然后他又让我能够在世界各地旅游啊 这见不同的人嘛 我觉得车这个行业呢 就特别适合我 然后我也比较适合跟世界各地不同人打交道 我那个时候呢 就突然决定 哎 我应该来做租宝吧 家里呢 以前的亲戚也做呢 也有一些这个人脉 这个在美国有一些认识 一些人 所以呢 虽然这个那个时候呢 这个我们这一代的小孩呢 都已经不做这个生意了 但是呢 至少他们可以跟我讲一些这个内容 我那时候呢 也没有去学这个专业的租宝知识 大部分呢 也就是 在网上看看 没有去GI啊 什么去 去专门拿一个GI的宝石文凭 大部分都是网上自己学的 租宝知识呢 实际挺简单的 这个基本几千年也没有变 我也不是做宝石鉴定 重要的还是做宝石交易 所以呢 我以前世界各地的商业经验呢 对我有很大帮助 特别是在采购方面啊 或者是做销售啊 跟人家讨价还价 这方面呢 是我过去的商业经验呢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那时候呢 就是我主要就是能够运用我过去的人脉吧 去做哥伦比亚祖母狱 这个我第一次去哥伦比亚的时候 还是90年代末 那时候哥伦比亚还是比较乱的 中国人去就更少了 所以去呢 还是有一定优势吧 那个时候因为去的人少 你能够去购买祖母绿 那时候祖母绿也相对便宜 所以说 做起来还是相对比现在容易多了 结交了很多朋友 也有记载了很多交易的经验吧 最后也就跟朋友 因为我朋友先出的Ron Winsrad 他先出版了一本英文的祖母绿书 后来呢 我就在国内呢 把它翻译 然后把内容更新呢 我们俩就共同出版了一本中文版的祖母绿书 这里面这本书呢 有很多这个祖母绿专业知识 也有我们个人的经历的分享吧 这个书我是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上 数一数二的祖母绿书 因为它不光光是专业的祖母绿知识 它更多的是怎么做祖母绿交易 一般呢 你在学校里呢 是学不到这些知识 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Columbia祖母绿吧 它为什么会特别吸引我 它 我为什么没有去做红宝石啊 蓝宝石啊 或者其他的这个帕劳伊巴比喜啊 我也经常去巴西 我为什么没有 祖母绿就是对我来说 它是充满着神秘高贵珍惜啊 它是一个非常有内容内涵的宝石 对我来说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伊里萨白泰勒跟李特博德 这两个人我不知道大家了解 我是非常有名的好莱坞传奇情侣 两个人是在拍这个电影叫Colipatio 就是埃及艳后这部电影的时候认识 当时两个人呢 都结着婚 伊里萨白泰勒呢 是在他第四次婚这个婚姻中 Richard Borden呢 也结着婚 但是两个人在拍这个埃及艳后这部电影的时候呢 两个人相爱啊 非常非常疯狂的相爱 两个人最后有合作 来一起拍了十几部电影 这个两个人的这个爱情 当时是好莱坞最大的新闻 两个人非常相爱 但是两个人的脾气都不好 所以经常吵架 所有的这个报纸啊 经常报道他 每次吵架之后呢 Richard Borden呢 都会买租宝 最有名的呢 就是62年的时候呢 Richard Borden买了这个 宝格丽的这整套的这个祖母绿 送给伊里萨白泰勒 作为这个结婚礼物吧 这个是后来这些祖母绿呢 被拍卖了 这个祖母绿呢 是跟伊里萨白泰勒 Richard Borden呢 两个人的这关系紧密相连的 因为Richard Borden买了很多祖母绿的祖宝 给伊里萨白泰勒 然后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呢 是非常热烈的相爱 但是又是疯狂的矛盾的 同时两个人不停的是吵架 这个呢 对我来说呢 有时候就像代表着这个 哥伦比亚人的这个文化 他们是那么热爱的生活 但是呢 这个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这个社会 经常看他们哥伦比亚 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啊 但是他又是非常充满魅力 Richard Borden跟伊里萨白泰勒的关系呢 就有时候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呢 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更好的这个宝石呢 代替呢 来代表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 也跟祖母绿呢 他有这么多的缺点 但是他的魅力呢 又是特别的这个强大吸引人 所以说祖母绿呢 是一个很神秘 很有充满魅力的宝石 这些宝石呢 后来在伊里萨白过世之后呢 被拍卖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价格 在那个项链呢 拍卖了这个610万美元 胸针也是600多万美元 戒指也是600多万美元 所以呢 这些呢 Richard Borden当时买这些祖母绿的时候呢 也是花了很多钱 但是呢这个这一套呢 成为祖母绿首饰当中的经典 我呢就用这个两人的爱情故事呢 先来给大家做个铺垫 对祖母绿 下面呢 来讲更具体的一些 祖母绿的事情 财富挑战跟传奇 祖母绿的传奇历史 历史上最早有记载的祖母绿呢 是的祖母绿矿呢 是在埃及 就是埃及艳后 Kalipatio 非常有名的就是 他佩戴祖母绿 他对祖母绿是非常的热爱 所以在几千年前呢 埃及的祖母绿就被发现 开采了佩戴 做成了手持 在过去的这个 在哥伦比亚祖母绿发现之前呢 埃及的祖母绿 大概算是最永远的 但是呢 埃及的祖母绿的品质呢 至少我见到的这个品质是 用现在的标准来看 都是比较差的 但是埃及的这个祖母绿呢 是最早期的祖母绿的这个代表 在发现新大陆之后呢 西班牙人呢 这个 占领了哥伦比亚 他们从当地的印第安人那里发现 哎呦 他们有这个祖母绿 而且这个祖母绿的品质 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颗粒又大 这个颜色又好 所以哥伦比亚这个西班牙人呢 花了好几年时间 在这个哥伦比亚的热带雨林当中 去寻找哪里这些矿是在哪里 花了很多年 总算在一个高原的地方 就是在现在哥伦比亚首都 波哥达附近的木祖 发现了祖母绿矿 然后西班牙人在这个地方采 开采祖母绿 开采了几百年 然后这些祖母绿呢 就通过哥伦比 哥伦比亚的港口运到古巴 现在古巴 然后再从古巴穿过大西洋到西班牙 我这个有个图呢 一边呢代表的是哥伦比亚的雨林 热带雨林 另外一边呢 实际上是真正从大海里捞出来的 当年的西班牙的祖母绿跟黄金 这张图呢是我自己拍的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西班牙沉船上 捞下来的祖母绿 然后后来被哥伦比亚的木组矿呢 买下了一些这些祖母绿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在 珠宝展会他们的VIP房间里 展示给我 我就拍了点照 所以西班牙人采购了大量的这些 采集了大量的哥伦比亚祖母绿 把他带回到了这个欧洲 西班牙人把这些祖母绿采购到 运回欧洲呢 他们把他卖给 这个穆斯林 那时候是土耳其的奥特曼帝国 然后还有印度的莫夫尔王朝 为什么他们很喜欢呢 因为穆斯林这个他们的大部分地方呢 都是沙漠嘛 所以他们的宗教就喜欢绿色 所以穆斯林国家呢 花大量的钱来采购 哥伦比亚祖母绿 这些图上的代表呢 就是经典的莫夫尔王朝祖母鱼的代表 他们在上面雕刻了花纹 雕刻了穆斯林这个伊斯兰的这个经书 我左边这个图呢 这个雕刻这个花纹呢 实际是一个卡迪亚的珠宝 卡迪亚在上世纪初呢 他们一个风格呢 就是收购了大量的 以前莫夫尔王朝的祖母鱼 然后用这些老的祖母鱼来做成首饰 所以说这是一个经典的这个代表 土耳其呢 是另外一个大量祖母鱼的国家 我特地去个土耳其博物馆看 叫TopCappy王公 它那块呢有大块大块的祖母鱼 可惜呢 土耳其的博物馆呢 是不让我直接拍照的 所以呢 我只能这个从网上找了一些图片 在土耳其的博物馆里 你是可以看到比拳头还大的祖母鱼原始 这都是当年 奥特曼王朝的这个王公啊 这国王啊 收购的 我这块呢 还有一把匕首 这把匕首呢 是非常有名的 是这个土耳其博物馆里的 镇馆之宝吧 这把匕首呢 是奥特曼帝国的苏丹 送给伊朗的当时的统治者 伊朗统治者呢 那个时候呢 是非常厉害的 他把土耳其帝国打败了 而且他把印度王朝 这个莫富尔王朝也打败了 他那时候直接把这个德里 印度莫富尔王朝的首都德里 给攻陷 抢劫了 抢劫把德里整个杀人放火三天 把大量的珠宝都带回了伊朗 所以说呢 为了表达对他的尊敬呢 土耳其的苏丹呢 送了这把匕首给伊朗的 这个叫萨迪尔 很有名的一个统治者 但他一个人命很短 在送这把匕首的途中呢 这个萨迪尔就死了 后来这个伊朗就分裂啊 打仗 所以这把匕首呢 最终没有送到伊朗的统治者手上 又回到了土耳其 好莱坞呢 特地为这把匕首呢 拍过一部电影 就是几个小偷呢 去土耳其的王公呢 想去偷这把匕首 有这么一部电影 所以你看祖母律呢 是跟很多传奇故事联系在一起 我呢 是没有机会去伊朗的博物馆 但是所有的记载呢 讲伊朗这个银行的地下室 有沉堆沉堆的祖母律 只不过是我不知道这辈子 有没有机会去能够去看这些祖母律 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这不光是这个穆斯林国家 是欧洲王朝呢 欧洲的这个皇宫贵族呢 也是每人都是需要有祖母律的 祖母律是这个皇家的租宝之一吧 是很受欢迎 另外一个典型的代表 就是温莎公爵 爱德华巴士呢 就是国爱江山爱美人 她跟这个温莎公爵夫人呢 温莎公爵夫人是个离过婚的女 为了爱德华巴士呢 为了跟她结婚呢 就放弃了英国王位 她们的这个结婚戒指呢 就是一个祖母律戒指 而不是钻石 这就是代表你看 这是卡迪亚的这个 做的一个结婚戒指 这就本是很多人对祖母律的热爱 而不是选一个钻石来做结婚戒指 这个呢 是伊朗的末代王后 她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皇冠 就是叫凡克亚宝给她做的 这上面呢 也有一颗巨大无比的 这个150克拉的祖母律 这个皇冠也是祖母律 祖宝当中很有名的一件东西 这件东西现在应该是在伊朗的 国家银行的保险库里 上面有36颗祖母律 最大的一颗150克拉 现在呢 有很多明星呢 也佩戴这个祖母律 这个范冰冰啊 这个一些明星呢 现在的凯撒王妃啊 都佩戴过祖母律 我现在讲一下这个祖母律在中国的历史 大家都知道祖母律呢 是一个非常西方的宝石 在中国是什么样的历史呢 我特地研究了一下 你到网上去搜祖母律这个名字哈 基本上网上就是说 哎呀 祖母律是个外来的 祖母律这个名字呢 是英译过来的 我是不同意对网上这个解释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从我自己家族的这个历史哈 家里最好的东西 一般都是给老太太准备 所以说呢 我一直是认为祖母律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呢 代表的是一个最顶级的绿色宝石 它可以是翡翠 也可以是其他绿宝石 但是最顶级的应该是归为 也是最漂亮的这个绿色的宝石 那所有绿色宝石当中的最漂亮的呢 就是祖母律 所以我一直不认为祖母律是一个 英译来的名字 它代表的是一个顶级的绿色宝石的颜色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也没有这个 我把这一点呢 也写在我的这个书里 中国祖母律的历史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短 我能够找到的是在明朝 有祖母律 在之前呢 我看看像元朝 元朝打了这么多地方 但是元朝我没看到过 元朝出土的文物或者是什么 提到过有祖母律 但是在明朝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 就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去了很多出产宝石的地方 带回来了大量的宝石 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的十三陵博物馆里面 有这个祖母律的大御带 还有呢 在武汉的博物馆里 有个梁庄网出土的 他那里有出土过 有几十颗祖母律吧 这些祖母律呢 是我能够找到的真的 中国古代祖母律的记载 另外呢 在明朝呢 也打过一个打过云南 中国呢 在云南呢 也有祖母律的这个产地 我特地呢 武汉的博物馆呢 我是没去过 所以我不知道 不能做出这个 亲身的判断吧 但是十三陵的祖母律 我看了一下 它肯定不是哥伦比亚祖母律 因为这个品质 只有看起来 一看就是 你做祖母律做了久了 你基本上看颜色呢 你能拆出个产地 八九不离十 十三陵的祖母律 非常是像 中国云南的祖母律 出三品质 但是我没有人看到 人做过任何 十三陵祖母律的产地研究 梁庄王的祖母律呢 我确实看到 武汉地质大学呢 曾经做过研究 他们得出的这个结论是 梁庄王 出土文物中的祖母律呢 是产地是印度 这个是 不对 我错误 就这样 他们判断 梁庄王祖母律的产地呢 是埃及 我当时呢 也对这个提出了很大疑问 因为 没有人对埃及的这个产地 做出 它的产地特征 做出过深入的研究 TI也没有做过 其他人都没有做过 然后我跟武汉地质大学的一些老师 问了他们怎么得出结论呢 他们是做了一个盘查 因为梁庄王的祖母律的产地特征 不符合任何其他任何地方 不是哥伦比亚的 不是这个奥地利的 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呢 梁庄王的祖母律呢 只有可能是埃及的祖母律 这是他们得出的结论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郑和去了这么多地方 他一直去到非洲 他确实有可能带来的祖母律呢 是古埃及的出产的祖母律 然后中国近代呢 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呢 用祖母律做结婚戒指呢 就是杜岳生 跟孟小冬 两个人的结婚戒指 实际上杜岳生跟孟小冬呢 两个人认识在一起 很早就在一起 三十年代在一起 但是一直没有结婚 孟小冬跟了杜岳生 二十多年之后 在五十年代 两个人才在香港结婚 结婚戒指呢 就是一颗哥伦比亚的祖母律 这个祖母律呢 前几年呢 拍卖的 拍卖了一百一十五万港币吧 好像是 所以祖母律呢 经常也被人 还是被人用来做结婚戒指 我在讲讲中国祖母律的产地 中国现在比较这个知道的产地呢 一个是在新疆 靠近在新疆的南疆吧 有个靠近边境上 有祖母律的产地 另外一个就是云南的马里坡 在老山的块 有也是靠近云南 靠近越南的边境上 有祖母律 我没有去过新疆的产地 去起来比较麻烦 但是据我了解 这个地方出产的祖母律呢 跟阿汉祖母律呢 非常相近 因为大概都是相同的地质环境形成的 所以品质相似 但是呢 确实是很少在市面上能够看到说 这个祖母律呢 是新疆出产 大部分呢 人家把这个地方的产地呢 都归在阿富汗产地的祖母律 云南马里坡呢 我特地去过 中国那块打造是祖母律之乡吧 你看我这儿有个出租车上打着这祖母律的广告 我去市场上 看了一看哈 呃 中国云南的祖母律的品质 呃 跟哥伦比亚是没办法比 呃 绝大部分是很差很差的 实际他们更像一种玉石的品质 呃 完全有可能被人当作翡翠一样的来对待 呃 我没见过呃 非常好品质的呃 云南祖母律 呃 但这并不排除世界上确实可能有一些呃 呃 好的云南祖母律呃 呃 但是应该产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啊 呃 绝大部分云南祖母律的品质呢 是没有办法跟呃 呃 哥伦比亚赞比亚的祖母律相比的啊 所以说呢 当我看了十三龄的呃 呃 嗯 祖母律之后呢 我就觉得他那个祖母律呢 像是云南的祖母律 那为什么会有云南祖母律呃 跑到十三龄呢 因为那个元朝的时候呢 中国征服了云南啊 啊 那是有可能嗯 祖母律是这么流通到北京去的 当然这是我个人猜想啊 呃 但是北京这边也没有人做过十三龄祖母律产地研究 所以我们不知道真正科学有依据的说法 呃 十三龄的祖母律是产地是哪里 下面我来讲一下哥伦比亚这个祖母律 哥伦比亚的祖母律呢 呃 开采了几百年了 这些矿呢 呃 开采完了呢 有时候就放弃 后来又重新开采 它的产量呢 非常高 一直是至现在呢 还是世界上这个呃 比较有名的祖母律产地 呃 祖母律呢呃 特别是优质的祖母律呢 产量是非常少 它少于钻石 而且价格是非常高的呃 那哥伦比亚的祖母律特点呢 就是它的颜色非常好啊 但是呢 它的这个裂纹呢 相对比较多一点啊 比这个赞比亚多 但它可以粗产非常大 像我拳头这么大的祖母律 呃 现在还经常可以 能够市面上能够看到啊 呃 呃 哥伦比亚祖母律呢 主要分布在这个叫 它呢叫什么叫 呃 波亚卡 呃 这个地区吧 呃 呃 它这块就是 也都是靠中 最有名的矿呢 呃 就是牧左矿吧 还有叫 切祸 呃 啊 这两个是最早开采的 哥伦比亚祖母律矿啊 它的品质呢 是世界上顶级祖母律品质的代表 啊 所以哥伦比亚的祖母律 有个 几几个世纪来呢 这个牧左呢 跟曲洛矿呢 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优质祖母律供应地 它垄断了国际市场 它占这个优质祖母律的总产量的 百分之八十 啊 虽然比如说这个 呃 赞比亚也出产很多祖母律 但从价值上来说 啊 呃 它 它大概只占 整个祖母律的价值的百分之二三十 啊 百分之七十的价值 七十八十的价值呢 是属于哥伦比亚祖母律的 啊 世界上呢 呃 嗯 祖母律最有名的产地就是哥伦比亚 巴西和赞比亚啊 前两年呢 又发现了个埃塞俄比亚啊 所以呢 但是大家最常见的还是哥伦比亚巴西赞比 哥伦比亚出产祖母律呢 就是以颜色好啊 为组成啊 我讲一下这个不同之处啊 木左矿呢 它出产的颜色呢 非常浓郁啊 是祖母律的这个代表啊 但是它的缺点呢 它就是裂纹呢 相对比较多 呃 且过呢 呃 它出产的祖母律呢 颜色淡一点 带着更多的蓝色调 但是它的晶体非常好 所以这两个呢 是呃 比较有名的代表 呃 哥伦比亚呢 祖母律为什么会这么好 因为它特定的地质环境 呃 让它的这个颜色啊 跟其他地方的祖母律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如果做祖母律 做的时间久 你常常一看 你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哎 这个是哪个国家出产的祖母律 哥伦比亚祖母律 有时候你看这个颜色 你都能猜出啊 典型的球颜色啊 或者典型的木左颜色啊 你看多了 你就能看出来 木左现在说一说呢 现在木左呢 是成为优质祖母律的这个代表 所以说国际市场上 你可以看到证书开出来说 哎呀 这个祖母律是木左色啊 但是呢 这个祖母律的矿呢 啊 越开 应该是越来越难开采 以前呢 这祖母律矿呢 还比较在地面以上吧 你不用挖很深 就可以这个 挖到 现在祖母律的矿呢 现在是越来越往下走 而且它的产量在地减 我举一个例子 就早年我在刚开始 做祖母律的时候 在哥伦比亚市场上 有几千个人 叫这个 他们是算代理 这个 代理商吧 就是在倒卖 不停的倒卖 这个 他是代理 拿着别人的货 就是在哥伦比亚的市场上 来兜售 有几千个人 以这个为生 前几年 我是听到是 500个人 像去年 市场上 以这个为生的人 已经不到200个人 为什么呢 市面上的祖母律呢 越来越少 价格越来越高 这个就 以很难的 有足够的量呢 来供养这些 祖母律的代理 所以祖母律的这个产量呢 哥伦比亚祖母律产量呢 在下降 有人在问我 祖母律 是不是有一天会 挖光了 我觉得 这个总有一天会挖光 但什么时候挖光 不知道 因为随着这个 技术的发展 大家会发现 更多的祖母律矿 像我现在就知道 哥伦比亚有好几个矿 他们这个 在找投资者 根据他们的研究 这地底下 都有祖母律矿 但是 还没有人去投资啊 去开采这些 所以说呢 至少在哥伦比亚呢 还有很多 矿产是没有开发的 随着技术的发展 这些呢 都会被开采出来 以前呢 比如说 开采成本是比较高的吧 没人去开发 哎呀 我就要打这么深 要打100米200米 那我就不去 开采这个矿了 随着祖母律的价格增高呢 哎 大家会觉得 哎 我去开采这个矿呢 更有利可图了 那大家就会去投资 去开发 这个 祖母律矿 所以说呢 很难讲是 什么时候 这个祖母律会挖光 但是总有一天 估计是会挖光的 但是 当你挖光了 哥伦比亚 你可能会发现 其他地方 也有祖母律 比如说 就像前几年 在埃瑟俄比亚 突然发现了 祖母律矿 它的一些品质 可以跟哥伦比亚 祖母律媲美 所以 不知道 世界上可能 其他地方 还有祖母律矿 大家没有发现 而已 所以说 这是一个 就像石油一样 因为我以前 在石油公司工作 石油奖以后 要开采光了 但是随着这个 科学技术发展 越来越多的石油 它被发现 大家都知道 前段石油的期货 都到复制了 所以 哥伦比亚祖母律 什么时候开采光 我也不知道 现在是暂 时间也是不会 祖母律 很大一个 它在筛选 打磨切割 所以它的成品率 是很低的 祖母律 你开采出来之后 一个原石 100克兰 的话 它最终能够成为成品 可能是当中的 10%或者30% 为什么呢 晶体 它的裂纹 杂质是比较多 所以很多这些 都要给磨掉 因为没有达到 可以作用于 宝石的品质 所以说 它的成品率很低 有时候就很贵 让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祖母律的品质 大家一看在图里面 头一个呢 祖母律 大家看出来 上面裂纹这么多 一开始 就前几年 大家很多在国内 很难接受 这个宝石 怎么这么难看 有这么多裂纹 但是呢 这几年 大家都接受了 突然发现 它的裂纹呢 有时候就是它的魅力 我这块呢 底部呢 一张图呢 是祖母律 这个用六十倍放大镜 看它的这个祖母律 你看它里面的这个纹路啊 就是这些纹路 给了祖母律 它这个对光的折射 它的魅力 不然这个祖母律 就是个绿玻璃 一点魅力没有 就是它的内部 这些纹路啊 裂纹啊 让这些祖母律呢 充满魅力 有些人呢 觉得哎呀 它怎么这么多裂纹 还有魅力 但是我个人是见到过 一些祖母律 充满着裂纹 但是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真是 而且价格是一点都普遍 下面呢 我再讲一下祖母律呢 很多祖母律呢 都是在油里浸泡过的 这有几个原因啊 祖母律是开采下来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 就浸泡在油里面 这是叫浸油 它是为了保护这个 它的结构 然后在开采之后呢 为了让它更漂亮的 也给它上油 所以呢 祖母律呢 有无油跟有油的祖母律 这个称呼啊 很多人都说 有无油的祖母律 哎呀 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困难 因为祖母律本身呢 就是一个 有很多裂纹的宝石 我现在呢 跟大家分享一些祖母律的 这个拍卖价格吧 大家看哈 这个2012年 香港加时德拍卖的 这个祖母律 耳醉 这个祖母律分别是 R23克拉 R23.18克拉 祖母律配对 是非常非常难的 成本是非常高 我曾经为一个客户配对 那时候我还是待在 古伦比亚 花了半年时间 我才配了这个 每颗宝石是 五颗拉的 每颗这个祖母律 五颗拉 配出了一对耳环 因为你要把它的颜色 它的颜合饱和度 它的通透度 都要非常的吻合 这是非常难的 这个香港加时德 12年拍卖 这个美克拉 已经达到了 9万多美元 下面一个呢 这个六角形的 天然祖母律戒指拍卖 2013年拍卖的 美克拉的价格 已经接近12万美元 现在拍卖的话 这就是更贵 这里另外举个 两个例子 伊里莎白泰勒 这个阶纸 这是R3.46克拉 2011年拍卖的时候 美克拉价格 已经超过了 28万美元 然后2017年 一个很有名的祖母律 是洛克菲勒的 家族的祖母律 他有18克拉 他的拍卖价格 美克拉已经达 超过了30万美元 所以大家 就给给大家的一点 主意 这贵的祖母律 是什么价格 很多人都会问我 哎呀 我怎么收藏祖母 怎么买祖母律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 这个祖母律 就是我用挤油 很多人可能挤过油 大家都知道猴票 猴票这个很贵 所以有人 男人喜欢机油 也有喜欢这个珠宝 如果你收藏珠宝 就要跟机油一样 你要选一个系列 像机油 哎呀 我收购 收藏所有的 生销油票 那收藏珠宝一样 你也可以选一个 范围来说 我来收藏 一个是我只收藏 两克拉最好的 祖母律 或者我收藏一整套 颜色 颜色饱和度 和大小 都相似的 祖母律 这就是收藏的道路 就跟收藏邮票一样 别就是说 哎 我看一个买 就是说 不成套系 觉得非常 不成体系的收藏 那不叫收藏 祖母律 不收藏 珠宝 所以如果要收藏 珠宝的话 就是参考你怎么收藏 邮票的方式来收藏 然后呢 买珠宝的人呢 分为几类 一个是珠宝爱好者 看到了就买 这个他没有这个目标的 另外一些呢 是珠宝的这个收藏家 他专门买一些非常贵重的 非常欣赏的珠宝 还有呢 叫珠宝投资 他们购买的 就是想呢 晚些时候呢 再卖的能够挣钱 所以呢 一般的客户分为这三类 这三类呢 又有重叠 那这个程度 你要想好 你买珠宝呢 是为了什么目的 哎 我买了就是为自己的喜好 或者是我买了之后 我是准备三年五年之后卖的 那根据你的这个定位 你买珠宝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 这是我卖掉的一个祖母率原始 在美国卖掉的 他们卖给了这个英特尔家族 1268克拉 这个呢 就是独一无二 这个收藏 整个晶体这个结构呢 是纯天然的 就是你如果做收藏 那你就是要对买这些市面上独一无二的 那这个才有价值 你多少年之后呢 你可以拿出来拍卖啊 或者是什么 另外呢 你还可以这个投资收藏呢 有几个范围 一个是这个 商业的 在珠宝呢 如果是 中等大小 这个我们都叫商业珠宝 但是你能够真正受到收藏 指望以后有增值 那你一定要选的 就是这个 你可以选特别大的 品质差的 像我刚刚那颗 原始1000多克拉 它的品质并不好 但它大 这个让它独一无二 那这个呢 就比较有收藏价值 或者呢 你就是走小而经的路线 这个祖母艺的品质呢 可能是顶级顶级的 但只有一克拉 那这个也实际上呢 是非常值得收藏 我以前见过一些 最漂亮的祖母艺 有时候就是 几克拉的 一两克拉的 有时候就 哎呀这太小 但是你没有意识到 有时候一两克拉 顶级的祖母艺 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那这些呢 也是有收藏价值 非常有收藏价值 现在呢 时间是差不多 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也是 现在有些人提问说 怎么进这个行业 怎么能够找到货的供应商吧 进这行业呢 老实说呢 你学下专业知识是有用的 但是呢 最主要的还是要去买和卖 只有通过跟大家这个 不同的交流 你才只能熟悉市场上的价格 特别是到 世界各地的展会呀 你不一定先要花钱 但是你可以去 不停地去参加 这个参路到讨价还价当中 只有你自己 真正把钱放到里面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明白 宝石的品质 跟它的价格 你不犯一点错 光评看书 是学不来的 自己亲身的去进行买和卖 你如果想进这个行业的话 另外还有人说 哎呀 我怎么找到最顶级的供应商 我做珠宝这么多年 我可以讲 凡是跟我讲 它是矿主的 99.9%都是骗子 因为我见到的矿主 从来都不跟我说 它是矿主的 有时候呢 这个矿主反而呢 的价格呢 反而高 因为它对市场的价格呢 并不非常明确 它认为这个是因为很贵 所以呢 最好的价格呢 常常是一些最大的这个交易商 因为交易商呢 要不停的买和卖 它有时候呢 是能够接受一些比较低的价格 反而有一些矿主的价格呢 是开出的价格呢 是特别困难的 另外一些呢 也并不是一定到产地 你就能够拿到最好的价格 像你去缅甸 当地有时候开出的价格 都是封掉的价格 所以最好的地方呢 你能够还是找最便宜的价格呢 还是在世界各地的展会 就是你要在不停的 这个一个个展会呢 来跟人家砍价聊天 砍价聊天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才能摸索出这个价格 而且明白这个价格 跟品质的这个关系 所以说去展会看 然后不停的买和卖 你才能是这个实战经验呢 是学校教不了你的吧 今天呢 我现在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些什么 这块有些几个问题 我都已经回答了 就是你如果是学祖宝的这个学生 我是你实际上呢 进这个行业 学祖宝的 我以前也雇佣了一些人 就是学祖宝的 你要自己想到你以后的定位是什么 因为学祖宝呢 有几条路 一个你去做设计 或者呢 你非常学术 那就是进实验室啊 或者进大学呢 做珠宝鉴定 或者是珠宝教学 像我呢 因为不是珠宝的科班出身 我更关心的是自己对 然后更偏重于商业的方面的性 这个所以说你要想你以后定位 你是说进个租宝公司啊 你的定位是更偏向于学术方面 还是更偏向于商业运营方面 如果你是偏向商业运营方面的话 实际上啊 你并不一定要有这个什么职业证数 你商业经验更重要 你这个职业证书有用的话 我一个人一直认为 你如果职业证书 你除非是做珠宝鉴定 这些是有用的 其他的是 对你的职业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 因为很多珠宝知识 网上现在都有现成的了 随便一搜 他都讲很多 这个跟以前不一样 很多现成的知识 你也可以网上学 所以从这个专业的这种证书 你可以上很多网课 这些就能够 最重要的还是去市场上实际操作 更重要 我以前也顾问这样 你如果是做销售啊 你会发现客人的很多问题 是你学校里学不到 然后比如说你在市场上采购 你会发现实际谈判有很多窍门 我经常也有一些新路行人问我 哎呀 这个价格我应该怎么砍 是直接砍掉一半 来跟你讨价还价 还是30% 他是想知道别人的价格是 建立在什么方面 这个你实际上都没办法知道 因为有的时候 他的成本会高一点 有的成本是会低一点 这不知道 但是呢 租宝是一个非常个人的购买行为 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讨价还价 像我就特别喜欢 在这个购买租宝过程中呢 跟这个货主呢讨价还价 有时候呢 是一个最有乐趣的事情 这是一个对智商的这个挑战 像我以后呢 可能也会开一个课程 就是怎么来做这个 租宝的这个采购 更多的是这个 B2B之间的这个交易吧 这实际上是有很多学问的 该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其他的几个问题 我都已经回答过了 我今天要感谢这个机遇空间 提供这个场地和这个灯光 来这个让我来做这场直播 谢谢这个机遇天地 我呢没有 我就现在目前就在这个创意空间 创意学院吧 这个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经历吧 以后可能也会在创意学院 讲一些关于租宝的这个商业课程吧 我自己不是学租宝的 所以说不能讲很多租宝的这个学院知识 但是我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是 租宝的商业知识 这个是大学里面 租宝学院里都不教的 这个是我能够大家能够分享 穆佐利·沃顿 这个差别 这实际上是两个实验室的这个标准 一个是这个GIS 他这个GIS的博士 他非常商业化 他是天才 他给保持一个商业的命名 在证书上 他是头一个 除了这个戈雪红 蓝宝石 还有什么孔雀蓝 祖姆利 他发明了这个穆佐利 是这个 至于这个 涡顿涡呢 是大家知道 是另一个美国实验室 吉尔德前几年创立的 他这当中的差别 实际上 他们有重叠的部分 也有差别的部分 很难讲 具体的哪一个更好 哪一个更差 你那把两块石头放一起 我能告诉你 哪一个好 哪一个差 但是光从这个笼统的来说 我 讲不出来 就是两个实验室 有一个不同的标准 他们只不过是 都是商业化的 操作 给这个颜色一个命名 但是你如果看多了呢 这个呢 就是要市场经验 你看多了 你看就知道 这颗宝石 我送到GIS 肯定能够开出来 木佐律 我送到吉尔德 我肯定能够开出 波顿律 这个呢 就是市场经验 专业课程吧 大家知道 现在像 各个实验室啊 这个国检啊 NGTC啊 吉尔德啊 这个泰国的 这个AGI啊 都有这些 租宝的这个专业知识 你如果学租宝的 这些专业知识 你也就都在你的学院 学校里学了 但是我顾过很多 这个员工吧 我觉得就是 都是太学院派了吧 就是来给我工作的时候 就是来给我工作的时候 学的东西都不知道 怎么在 真实这个工作中 真正把这些知识运用起来 这个就是 比较欠缺的吧 就像你学了这个 鉴定宝石 你能够看出来真假 实际上在真正宝石购买当中 你能够到一些 比较有声望的 这个宝石交易上 很少有人 卖假宝石 卖假宝石的时候 这个都是一些人 很贪财 觉得这个东西 便宜 你贪财的时候 就会突示这个宝石 是真的假的 很多时候 就是你一定要去 比较这个大的公司 就很少会有 这个假宝石这种时候 但是呢 你的租宝石呢 他没有教你 怎么来讨价还价 你没有意识到 他为什么会 这个公司定价 会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学校欠缺的 像我就明白 这大的公司 他很少是自己买来 原石切割 当然也有 很多呢 他是买来 市面上大批量采购 切割的很差的宝石 然后他自己 再来把它修改 然后再来 把货给分开 根据这个时候呢 他在上面 加上利润来销售 所以这些知识呢 都是这个 珠宝学院啊 这种实验室不教你 这个呢 是在工作中呢 实际上是最有用的 希望呢 这个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大家能有帮助 啊